車暗斷電列車失去動力 慢慢滑行進站 但車門卻無法對準月台門 乘客出不來 站長急得冒汗 趕緊用鑰匙打開緊急月台門 但這時狀況又出現 乘客心臟壁發作昏倒在地 站長施以CPR急救 沒想到另一頭又有乘客受困電梯 這次桃園捷運公司 上午在集結A1台北站 舉辦的多重災害模擬演練 動員上百名人力 北市警銷也來支援 不過大家最想知道的 還是到底何時能通車 我們的穩定性測試 大概都達到98% 99% 但是整個捷運系統必須要非常穩定 所以按照大捷法的規定 它必須要連續7天都是99%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確實目前在耗製系統 跟各樣的保養上面 我們都持續在努力中 桃園捷公司強調 目前每天試車 但運轉可用度最多連試4天 達到99% 還在努力當中 年底能不能順利通車 恐怕還是未知輸 記者 謝文 曉文 月芳 SAG小組 台北報導